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鹰展翅上腾 鲁鹰是鸟类之王 有很多国家都会把鲁鹰当成王拳的象征 而鲁鹰的外形亦是很强壮、很威慢 视力很精准、爪又很锋利、飞得又快 正正具备了一切王者要具备的条件 不过天对鲁鹰也是非常严格的 鲁鹰要经常换毛 而换毛的过程是非常痛苦 但是也同时象征一个完全更生的过程 鲁鹰平均七、八年就要换毛一次 到大约四十岁 还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身 鲁鹰四十岁的时候 爪会开始退化 不能够抓得住猎物 它的嘴还已经变得又长又弯 很容易会碰到自己的胸口 它对翼会变得很沉重 飞起上来很吃力 由于它的羽毛在一路飞的过程当中 都会变得很骯髒 所以令到它们飞起上来变得很笨重 在这个时候 老鹰必须要飞到山顶 在缘崖上捉巢 停留在山顶上 进行大概一百五十天的操练 它要先用它的嘴去击打岩石 直到它的嘴脱落之后 就静静地让它生出一个新的出来 然后它再用新生出来的嘴 将所有的指甲撕下来 等新的指甲生出来之后 然后又要将羽毛一条一条地拔出来 等新的羽毛长出来 相比老鹰 其他小鳥一边脱毛一边生新的毛 但是老鹰就不同了 老鹰是要等旧的毛全部脱落之后 才会生新的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 对老鹰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而自我更生之后的老鹰 完全换新的羽毛之后 就可以继续飞长 重新得到力量 去展开它未来三十多年的旅程 朋友 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都好像老鹰一样 沾染了很多世上的灰围 被很多世俗的事物所缠绕 我们会感到灰心挫败 飞起来变得很笨重 变得慢 到了这个时候 就需要更生改变 需要脱胎缓骨 人生数十个寒暑 我们都需要经历自我操练 放低世俗的缠绕 重新迎接生生命 再创下一波的摧残高峰 请不吝点赞